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 艰苦拙劫努力并付出牺牲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 发展任务异常艰巨 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